蔡英文日前在非洲国家思维士兰窜访时宣布 与思维士兰签署三项备忘录 其中一项是与思维士兰石油公司工程总承包的合约 蔡英文还宣称 在思维士兰建设所谓战略储油槽 能使能源供应更加安全 引发了各界质疑 蔡英文称将在思维士兰建设所谓战略储油槽的消息传出后 绿媒趁机大肆炒作 声称民进党当局计划把攸关台湾地区民生与产业之需的战备储油放在思维士兰 这将使台湾地区能源供应更安全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发文弄批称 看到这样的报道 第一时间简直是一头雾水 在非洲新建所谓战略储油槽 怎么可能让台湾地区能源供应更安全 数据显示 台湾岛内能源匮乏 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马文君批评民进党当局 若是台海紧张 中东邮轮进不来 难道非洲的就能派上用场 马文君进一步表示 思维士兰本身的石油进口来源非常单一 就是依靠南非 油价扑斗 美元汇率与南非的油价管制政策等 为其造成很大压力 如果无法储备石油 南非一旦断供 思维士兰将无油可用 因此 这个所谓战略储油槽 无关台湾能源安全 而是蔡英文这趟窜访 送给思维士兰的伴手礼 不仅如此 前民代郭正亮也抨击蔡英文的言论 简直匪夷所思 台湾中国时报刊文评论称 思维士兰距离台湾地区1.1万公里 且是内陆国 当台湾地区需要动用所谓战略储油时 要如何从万里之外的思维士兰运到台湾地区 面对质疑 有绿媒试图辩解称 制作有30天存量的所谓战略储油槽 是民进党当局对思维士兰的援助项目 并非给台湾地区使用 但问题在于 绿媒在报道中明确提到 蔡英文表示 要特别感谢思维士兰国王的帮忙 才能让这个计划确定 文章质疑道 如果民进党当局要送思维士兰储油槽 何须特别强调感谢国王协助 若非绿媒新闻乌荣 就是民进党当局无脑 总而言之 绿媒的荒谬荒唐在天意中 文章质疑道 中文字幕 李宗盛